日前 卢伟斌已经正式公布了Redmi K50宇宙的首款极舰机型 并宣布该机将搭载骁龙8处理器 配备超高规格的散热和快充 是一款性能拉满的机型 根据相关爆料来看 这款应该就是之前已经在国内入网 并且目前已经三正齐全的Redmi K50电竞版 是一款专注于游戏体验和顶级性能的机型 可能在拍照等其他方面会稍有遗憾 值得注意的是 按照目前多方面消息系来看 K50系列的正代将会出现冲击高端价位的版本 除了以往强项的性能之外 还会在屏幕、影像等方面带来更高的规格 今天中午 知名爆料博主艾特数码闲聊战 就带来了关于该机的最新消息 他发文称 结合此前消息 这款机型应该就代表着K50宇宙的高端价位版本 唯一比较有争议的点 就是天机900芯片的选择 虽然这次联发科在硬件参数上表现非常优秀 但是实际上 守之后的效果 还是让人心中不免打上问号 就不忍打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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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得到